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在我们身边流行一个概念 叫做躺平 就是说现在年轻人越来越佛系 不愿意出去找工作 也不愿意接受竞争 不愿意接受失败 所以干脆就在家里面躺平 打游戏 混吃等子 打发时针 躺平一族给出来的理由呢 是说我不想被收割 不想当韭菜 所以呢 我不动总可以了吧 你还怎么收割我 对于这种想法的人呢 我只能说 too young too simple 因为你可能说躺平了 我不动了 我可能不被资本收割了 可是你没有想过 如果你被历史的周期收割的话 你是死无葬生之地 所谓的历史周期就是说 你不知道现在世界发生了什么 这个格局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而一味的只是鸵鸟政策的话 你一定会被大潮淘汰 所以现在如果你对现状不满意 对收入不满意 对甚至连工作都没有的话 请你一定去做一件 对自己稳赚不赔的事情 那就是拼命地学习 武装自己的大脑 明白现在这个时代 目前正在发生什么变化